同学们 我们下面进行第十讲 行列式的性质与行列式的计算 这一部分的学习 我们本讲主要给大家介绍 行列式的几个基本的性质 以及行列式一类重要的性质 也就是行列式的展开法则 最后我们用这些性质 来简化行列式的计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性质 我们也可以对行列式 一直矩正里边转制的概念 比如说看D 这是D的转制 我们的技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行列式的每一行 变成了相应的每一列 这个时候得到的行列式 我们就叫做D的转制行列式 行列式我们都知道 它是表示一个数 行列式和它的转制行列式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就是D的转制 由于这些元素 它的行标和列标 跟它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重新的把它介为 D这样的行列式 它里边的这些BI间 和D的转制里边 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呀 同学们对比一下 你简单的对比之后 就会发现 这个里边的BI间 是不是等于这个里边的 A间I呢 我们把它记到这里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对B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按列给出它的定义式 就是如下的表达 我们观察一下 它的列标排列了 按照自然排列 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比对 我们来把它换一下 我们把里边的这些B这些元素 换成了这些AI界 比如第一个元素 它是D阶行 第一列的元素 对应这个行列式里边 它是哪个元素呢 当然就是A1 J1了 以此类推 我就把它换一下 也就是啊 它的行标 现在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自然排列 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这个表达式 不就是D按行的定义式吗 所以啊 它就等于D 我们就有2.1 这样的性质 行列式啊 与它的转值行列式 是相等的 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啊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也就是啊 既然有这样的结果 那我行列式里边的行和列 实际上啊 就具有等同的地位 因此 行列式的性质 凡是对行成立的 对列 依旧是成立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只要它对行成立 我对它进行转值的运算 那不就相当于 对它的列进行相应的操作吗 因为行列式 与它的转值行列式是相等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结论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行列式的行和列 具有等同的作用 所以我们后面呢 给出的行列式的性质 要不是针对行的 要不是针对列的 对应的 对于列或者行 它是自然成立的 那么有了这个结论之后啊 我们进入下一个 也就2.2 这样的一个性质 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或者两列 行列式的符号啊 会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呀 D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红色的是DI行 蓝色的是DJ行 我做一下兑换 这对比一下 我们在矩正里边 也有初等兑换变换 我们来看一下 对行列式采用这样的操作 行列式的值 是不是叫变号 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我们回到行列式的定义 我们按行的定义 看一下D中的一般项 和D一中对应的类项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按行 依次选择A1I1 AIP AJQ 还有 以此类推 这个IP和JQ呢 分别代表DI行和DJ行里边的某个元素 对应的列标 是P和Q 它的正负号是怎么样的啦 按照我们的定义 它的正负号 就是它列标排列的 例序数的旧性所确定的 所以就是负1的 陶次密 它的列标排列了 就是I1 一直到P Q IN 那变换之后的对应的项 我们来观察一下 意思是啊 我在D1当中的DI行 里边还是选择 对应的AJQ DJ行里边 还是选择 对应的AIP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啊 就相当于这两个数啊 发生了一个兑换 我们乘法呀 具有交换率 对于这N个数相乘的结果 没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但是 对于它的正负号 有影响吗 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 这个时候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列标 它的列标 现在呀 对应的DI行 选择的这个AJQ 它的列标就变成了Q DJ行里边选择的 这个AIP呢 它的列标就变成了P 所以 它的前面的负号 就是负1的TAUX密 这个时候的排列呢 就是I1QP 一直到IN了 这两个列标排列 同学们来对比一下 有我们前面 给大家的介绍的知识啊 一下就可以分析到 就相当于 对原来的这个N元排列 当中的某两个数啊 进行了一个兑换 兑换 会改变排列的旧性的 所以啊 这两项啊 这N个数相乘 成绩没有变化 它的正负号啊 是正好相反的 它每一项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啊 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这个行列式是会变号的 对应互换两列 也有相应的结果 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上一个性质 行和列具有等同的作用 因为我们行列式 与它的转置行列式 是相同的 我们把它转置一下 也就相当于 对列进行的兑换 这简单的复习一下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啊 我们看一个推论 如果行列式的两行 或者两列 完全相同 我说啊 行列式的值一定为零 同学们想一想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D这个行列式里边 Di行和Dj行的元素啊 是对应相同的 有我们这个性质啊 兑换两行 这个行列式的值啊 是要变号的 但事实上啊 这兑换两行之后 这个行列式变了吗 没有变 所以啊 这就相当于D 等于负D 那D当然就只能等于零 那我们这个推论的结果啊 也就得到了 谢谢大家